这个是2017年 上个礼拜我们做的 我让你们做的 所以我们先讨论一下 这三份 如果有时间 我再让你们去做 做今天的这个 今天准备到的是2006年 它的format可能会 paper2可能会比较不一样一点 不过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数学题 而且课程都一样 只是说他paper2 paper2我们现在 好像是分12题 然后后面比较多小题 就是分三个小题的 前面可能就是一题 就一题而已 所以就比较是少题目 但是旧的 我看到这个2006年的时候 他们好像 9题都是三个小题 三个小题 有时候少的话是两个小题 所以他会比较 感觉上 但是他只有9题 so ok anyway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017年的 这一份是 这一题 第一题 二进位置 so也是一样 二进位置要先乘除 后加减 所以这个1011 乘111呢 就先做 那JQ在这边 反正1的话呢 就超一遍 一又超一遍 一又超一遍 只要对齐那个位置 这个有点跑位了 这自己要看清楚 1就拿下来 1加1得到 净位0 然后 这里也是1加1 但是刚才的净位呢 就变成1 然后呢 又会净位了 1加1 然后再净位就是1 然后呢 这里 净位就是1加1等于0 净位1加1又等于0 然后又再净位 所以它是101101 OK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11011 所以我们再加一遍 1加1 变成10 1加1又变成10 1加1又变成10 1加1加1又变成11 1加1又变成010 然后这里就变成1 这个拉下来1 所以它答案是110 10100 所以答案是A OK 没有问题啊 做这个做到很好 下一题 下一题呢 这个首先应该先做这个3 负3的平方 负3的平方就会得到9 再来这个乘3 然后54 57除以3 其实可以先做了 57除以3 其实得到19 然后呢 3乘9得到27 然后呢 外面的这个1的4次方 它没有把这个负挂扶起来 代表了它的这个负呢 是没有4次方的 换句话呢 它1的4次方变成1了之后 这个负呢 还是会保留在那边 所以这里97 9327 减去57除以3 得到19 所以27减19呢 就会得到8 所以这里我觉得 加饼有点调步了啦 不过没关系啦 如果你自己处理到 就没有问题 142加8等于150 减1就149 所以答案是7 OK 这个有点 要小心看 OK 这一个呢 它 这个有点 0.25 跟0.65 那一旋的做法呢 它把它分成百位数 然后呢 又不知道 它就把 1百分之25 越减成四分之一 百分之65 又越减成二十分之十三 那我个人是觉得 不 这样子做 比较不好 怎样做比较好呢 你直接的上面 分子成100 分母成100 也就是说 以两位 以两位 所以你直接的 可以用25 跟65呢 就可以直接 越减5了 你会发现到 这样子的做法呢 会比较容易 这个25 越5的话呢 就会得到5 65 越5的话 就会得到13 所以你看我直接 马上跳到这个位置来了 马上跳到这个位置来了 然后 加十三分之八 然后呢 除以5 减去0.2的平方 那0.2的平方 可以变成0.04 OK 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是13分之5 加十三分之8呢 5加8是等于13 所以13分之13是1 所以这里是1除以5 0.04 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 4%在越减得到25分之1 所以如果这个5呢 乘以5就25分之5了 所以5减1次等于4 所以是25分之4 然后呢 你在上下乘以4 就会得到0.16了 所以答案是A非常好 OK 没有问题了 Alessia这一题 选HCF怎样选呢 选HCF呢 我们是看三个都要有 而且拿指数是拿最低的那一个 so比如说这个是1次方 这个是3次方 这是2次方 所以我们拿2的1次方 然后三个都有3 然后呢 这个是4 这个是3 这个是5 所以最小的是3 所以是乘3的3次方 5的话这里有 这里没有 然后这两个没有 7的话这里两个有 这里没有 所以我HCF必须要三个都有 我才可以拿 所以是2乘3的3次方 是直接的可以看得出来答案是DONKEY了 OK 1680有多少个值因数呢 我们就除以2得到840 再除以2得到420 再除以2得到210 再除以3得到70 再除以7得到10 再除以2得到5 所以你有4个2 有1个3 1个5 1个7 多少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要看它值因数有几个 所以是1个 有2 3 5 7 总共4个 所以当然是B 值因数呢 我们只是看 我们不管它几次方 我们只是看有有 我们就拿 所以2有3 有5 有7 OK 4个 第6题 一个物品呢 它经过20%折扣后 它的售价是2160 那求此物品的定价 所以折扣后是20% 卖的这个价钱呢 就是这个折扣后的价钱 也就是说这个价钱是80% 对吧 所以你可以用2 你应该要用2160 除以80再乘以100 才会等于它的定价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讲说 我折扣后得到的这个价钱 我乘以120%就会回去 没有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因为你以什么作为标准 它的20% 因为如果你折扣 你以定价折扣20% 得到的这个售价 这个售价代表它是80%的 你除80乘以100 跟除100乘以120 其实是不一样的答案来的 所以这题你全C 这个是完美 这个它猜到学生会这样子想 OK 所以其实答案应该是除以80乘以100 然后呢 算到出来是2700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定价 OK 真正的定价 好吧 那第七题呢 这个是最典型的单例的计算 本金是P P是2000 年利率是5% 然后以单例计算 三年后本利盒是多少 一般来讲啦 我的做法是说 我先算利息 利息是等于PRT 就是2000乘5% 再乘这个3 5%再乘3 然后 算到了之后呢 再加那个2000 不过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嘉敏做的做法呢 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它是先算 三年一共会有多少利息 所以5%乘3 所以15%的利息 过后呢 因为本利盒 所以它乘以15% 算出来这个230 2300 应该是对的啦 应该是对的 但是最错的是什么呢 很多 有些学生就觉得说 哦 我的本利盒是105% 然后我乘3年 如果你用105% 乘以3的话 就不对 你用15乘以3的之后呢 再加100就可以 OK 所以这个顺序要搞懂啦 所以你要 最好你就练习 用一个方法就好了 不要弄乱自己 OK 所以这个方法是可以啦 这题 这题 这题很奇怪啊 宜璇做到 X加Y的平方等于144 OK 然后他拿完全平方 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 加后平方144 然后呢 X减Y的完全平方 其实弄错了 你是公司背错了 X平方减2XY加Y平方 所以你这边 你讲1加2会得到这个 是不是很对的 但是突然间 你又在后面 又写1-2会得到4XY 这个又对哦 其实如果这里换成减 这里换成加 你会发现到这个减 这个呢 就会得到 减减变加 其余的X平方会去掉 Y平方会去掉 所以就会得到4XY 是等于144-16 得到128 所以128再除以4呢 就会是你的答案了 OK 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可以不可以讲 144是12的平方 X加Y等于12 X减Y是等于4 会比较快吗 还好了 不不 这个方法是OK的 所以答案是C OK 两根支插 这一边当然我们展开它 就是2X平方 加10 减3 减15 然后这个减6又拉过来变加6 所以是2X平方 10减3得到7X 然后-15加6呢 就会得到-9 过后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Alicia很喜欢用分组分解法 有很容易吗 OK 所以他是用分组分解法 然后他变成了2X平方加9X 因为5端端变加9X 最后面就要减掉减2X 减9 所以这里是2929呢 你去就可以用分组分解法 对的啦 不然都不过一般上 我是用交叉成的那个方法啦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个方法 也是OK的 那前面成呃 抽X出来 后面抽负出来 然后呢 X减1 X减1跟2X加9 因为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因组分解完成了 过后呢 2X加9等于0的话呢 X就会是等于负2分之9 X减1等于0的话呢 X就会等于1 所以这两个就是所谓的两根 两根之差是什么意思呢 你用大减小 我一般上是用大的减小的啦 所以这里你不小心倒转了 也是可以的 我们如果你不小心用小减大呢 我们就放绝对值 所以这里如果你算出来是负值的话 我再看一下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变负9减2会得到负7 你 跑去9减2了 然后两个都是负的应该要加起来 所以是9加2等于11 所以应该是负2分之11 然后取决对值把去那个负去掉应该是比 所以你是错少少不了啊 就是啊 然后临门一脚弄错了 OK 那第十题呢 这个是供应式 这里是弄错了的 我有没有做 哦没有 这样我应该要 我现在 现场教你们做这期了 这个做法是怎样的 来看一下啊 供应式呢 我们就要应式分解了 所以这个M立方减 M平方减4M加4 这里是1比1 这里也是1比1 1加1减1减1减1加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进行 我们叫做分组分解法 前面抽M平方出来就有M减1 后面抽减4出来也会有M减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M平方减4 就抽这个M减1出来 M平方减4呢 就是4本身又是2的平方 所以就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就可以又在因式分解 M加2M减2 后面这里还有一个M减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完成的那个因式分解了 后面的那一项呢 我写后去 写过去啊 后面的这个M立方减2M平方 一般来讲我们放减M先吧 我们顺着来减M加2 OK 这个是1比21比2 对吧 1比21比2 然后一阵一复一复一阵 这个就基本上呢 符合这个条件基本上都可以进行 这个这个叫 叫什么 分组分解法 所以前面呢 我们一样的抽M平方出来 就会有M减2了 然后呢 后面的抽复出来就也是会有M减2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M平方减1了 然后呢 就会有M减2 然后呢 这个M平方减1呢 就会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就会得到前加后成前减后 M加1成M减1 OK 然后呢M减2呢 又再造写 过后呢 我们我放大了 放大一点来对照一下 供应室是什么呢 就是两边都有的M减2有吗 有M减1有吗 有M加1有吗 没有M加2有吗 没有 所以它的供应室呢 应该是M减1 乘M减2 所以答案是A了 所以我这个还没有改 因为我看你的做法是不是很对 主要是因为你加在一起 不能加在一起的 你要分开的因式分解 分开的因式分解 然后呢 最后呢 才可以决定说 它的一个供应室是怎样的 OK 所以这招学起来 第十一题 这个是化简 这个 我们一步一步看 答案对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做法 首先分母这边通分 乘上去X平方减1 然后呢 这个分母的分母呢 就拉上去分子变成 然后呢 下面X平方减1呢 就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就会可以因式分解成千加 后成千减后 X减1乘X下一 然后X减1跟X减1 也可以越减哦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剩下一减X加1分之X 过后呢 后面它再进行同分 这个乘上去 就是X加1 减X 这加X减X 又可以去掉了 除法我们就上下颠倒了 除法上下颠倒 所以答案呢 所以答案呢 就是B了 答案就是B 所以答案出来了 OK 没有问题 这个很好 这个 这一题 我还是不会 这题我做 我好像没有帮 我还没有解 OK 一样 我现在现场做了 我其实有给你一个提示了 但是还是 还是不会 所以这题其实是进行连立方程的 连立方程 组 我换下颜色 OK 6除以X 加上2除以Y 等于3 另外一个 这15除以X 减去4除以Y 等于3 两个都是等于3 所以他要找X加Y 那这一题呢 我好像给了一个提示呢 就是我们设X分之1 等于A 然后Y分之1呢 就会等于B 过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 6A加2B 等于3 15A减4B等于3 这样子还会不会解 应该会了吧 所以这个是第一 这个是第二 我们先把第一乘2 因为我要消掉B 这个是2 这个是4 我只需要1乘以2呢 我就可以有 同样是4了 这一边就变12A 这个乘2 这个乘2就加4B 这个乘2 326 这个就设为第三项 过后呢 我们第二加第三就行了 第二加第三 15加12呢 就会得到27A 这个一加一减就会去掉 9加3就会是得到 6加3就会得到9 A就会是等于9分之27 越减的话呢 好像是三分之一 OK 越减的话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的X呢 就会是等于3了 对不对 曲导数而已嘛 曲导数 过后呢 我们要找B的话 我们再带回进去第一啊 带回进去第一 我的A是三分之一嘛 6乘三分之一 加上2乘这个B等于3 对吧 这个可以越减得到2 2拉过去呢 2B就会是等于3加3减2等于1 然后呢 B就会等于二分之一 Y就会是等于2 所以我的X加Y呢 就会是等于3加2 得到5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答案了 这个是我打的 是了 我打在这里了 一样的做法啦 3加2等于5 所以答案是同期了 OK 说化检这一题 怎样化检呢 那 其实两个根号啦 我们可以把它放成 一个根号里面 所以变成了 我们前面里面的这两个呢 其实是可以互乘的 那互乘的时候呢 就会有前加后乘前减后 对不对 然后前加后乘前减后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前平方 前后平方 25的平方就会得到25了 根号3的平方就会等于3了 当然他这边放 先放根号9啦 过后再变3 所以25减3呢 就会得到22 所以答案是同期 根号22 OK 正确 好 再来这个不等式呢 不等式怎样解呢 所以他先朝一边 挂弧 其实他就去掉 其实不需要挂弧的啦 这个情况 然后-4分之8加4分之1 好像就变成-4分之1 sorry -4分之9加4分之1 好像就变成-4分之8 越减之后呢 就会得到-2 过后呢 因为有这个2分之1 他不喜欢这个2分之1 他要去掉这个分模 就乘2乘2乘2啦 就得到2y-4 然后呢 这个是等于y 主要这个y拉过来变-y 这个-4拉过去变加4 2y-y就会得到y 所以y小于4 过后再看清楚题目 他要的是正整数解 小于4 4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没有等于3210可以吗 不行 0也不是正整数 所以就123 所以三个而已 答案是be very good 感觉上大家进入加进了 OK 若关于x的一元二次方程是a减1的 a减1x平方加x加a平方减1等于0 的一个解一个根为0 那a请问是多少 我不知道你这边写什么 很奇怪 主要是这样子的 他讲一个根为0 也就是说我的x等于0会是其中一个解 x等于0会是其中一个解 我可以把这个x等于0带进去 我这里一带进去 这里就等于0 这里也等于0 我就剩下a平方减1 就也必须要等于0 a平方减1等于0的话呢 a就会是等于加正负1 这个减1拉过去 边1然后开根号呢 就会变成正负1 我做错了 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要记得的东西 这个一元我们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最重要你还要test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的这个x平方前面的系数 绝对不可以是0 也就是说a减1呢 是不能等于0的 也就是a是不可以等于1的 你还是错了 答案应该是a 答案应该是a OK 所以你要总之这个提醒呢 要记得两样东西 第一个的就是 哦一个根为0 你就带x等于0进去 找到了姐 不要这么开心 你还要去看x平方前面的系数 绝对不可以等于0 等于0的话呢 就就不是很正确了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条件了 好 再来第16题 就Chris说的 Log981 81他变成9的平方 所以2拉前去的话呢 Log99变1 所以这个答案其实是2 过后Log32跟8来讲呢 他就把32变成2的5次方 8变成2的3次方 然后呢 5拉前去变成分模 3拉前去变成分子 这一招其实我高中在教的 初衷我们没有教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 当然你如果觉得 哎呀老师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好用 有方便到 这样你就记起来 这个方法 那我们 初 我们初衷没有教这个方法 我们比较蠢一点 因为这个方 毕竟这个formular呢 需要用到换底公式来证明 所以变成了我们 初衷还没有教换底公式 所以我们就没有教这个方法 but如果你的学校 你的学校老师有教 然后 你们可以用的话 那你们就用了 一般上来讲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Log32 我们把8 8我们知道是2的3次方 这样但是我要把这个2 变成了32的多少次方 所以因为32呢 他是2的五次方 所以我放五分之一就行了吗 对不对 这样因为他是82的三次方 这样我就补一个三次方给他了 啊这样子了 这里到最后呢 我的32 Log32 32就变一 啊就也是可以得到五分之三 在前面的 好 我们 我初衷的话呢 是这样子来教了 啊 OK 所以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得出来 只是说 这个方法是高中的方法啦 好 那再来的就是16的话呢 他其实是2的四次方 OK 2的四次方 然后0.75 如果你熟练的话呢 0.75相等于四分之三 所以这个4跟4呢 就相乘 去掉 所以是2的三次方 2的三次方 你可以把它换成8 8加2就会得到10了 好 所以最后呢 就10减这个五分之三呢 呃 其实你不需要变加分数了 你只需要把它变成9 又五分之五 啊 就可以了 五分之五减五分之三呢 就会得到五分之二 然后呢 那个9呢 就可以保留了 所以他其实是9又五分之三 答案是A 答案是A OK 第17题 这一题加名的 这一题啊 有小许的难度 嘿嘿嘿 呃 这个是判断题 呃 反而出这种啊 没有的算啊 学生就很懊恼 哎 老实讲 做这题 OK A C 小于 BC 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A 我可以不可以删掉这个C 然后就讲A 小于C 呃 啊 就是说我两边除以C 是不是呃 那个符号不改变 这个你就要记得了 我们在处理不等式的时候 我除以如果是负值的话会怎样 符号会倒转 对吧 所以除非C大于0 他才 这个才是对的 如果是C小于0的话呢 这个就不对了 明白吗 所以这题是呃 呃 不不不一定正确 总之不一定正确的就 就是错了 哦 那B的话呢 A为有理数 A为有理数 2A小于3A 有理数是什么意思啊 有理数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两个分数 啊 的的的一个表达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真的呢 好像未必哦 可以是负值哦 所以如果我的A是负值的话呢 应该那个符号就会倒转去了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 原本2小于3 我两边乘同样的数目 但是我乘的如果是负值的话 符号就又必须要倒转 所以如果A小于0的话呢 这个也是不符合的 OK 又是一同样的问题啦 A B如果大于C0的话 是不是代表A大于0 B大于0 我可以不可以两个都小于0 两个都是负值啊 负负得证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又少了这个条件咯 你可以是A大于0 B大于0 或者A小于0 B小于0 又少了这个 明白吗 这种反而更加难 好像是学生 好像考的是你们的那个 数学的思维 所以这些反而学生 比较不会做 到后面的这个呢 这个是唯一对的 因为如果A除以B 是小于0的话 代表A和B 其中一个会是负值 那如果他们相乘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一定会是负值 一振一副吗 对 如果相除会是负值 就代表一振一副 相乘也会是一振一副 也会得到负 所以唯一一个对的反而是D 这题 这个第七题 OK 真正同考 其实也比较少出 也比较少出 所以这种 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反而更多学生 不会做的 第十八题 3A平方B 2N加1次方的次数 是3 这个次数是什么意思 这个次数 应该它的意思就是 A的指数跟B的指数相加 我们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 一元几次方程式 我们就是 把这两个 位置数的这个次方相加 所以这一边 它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2加2N加1 等于3 所以2N加3等于3 这样3跟3去掉的话 2N等于0的话 N就会是等于0了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 好 这一题 假读做A天 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以读做B天 可以完成工程 代表了 A假读做 一天完成A分之一 对不对 以读做一天 可以完成B分之一 如果两个人合作做5天 是不是A分之一 加B分之一乘以5 对呀 然后剩下多少 未完成的部分 就是用1减去它 所以这一步 这一题不是要问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要问你哪一个才是表达正确的 所以当然如果你读到了这个的话 A跟B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数目的话 那你应该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了 OK 这个非常好 好 第二十题 影弦的这题 A-B平行 A-B平行E-F B-F-D是直线 这里有一个46度 然后这里有一个154度 那我当然你有你的做法 我有我的做法 你的做法是先找一是内挫脚 然后46度 然后脚二应该是在这边吧 你用180-152 然后呢过后呢B-C-E 他要找B-C-E 这小的角度 然后你又去找脚三 用一 就180减脚一等于脚三 过后300 180减这两个 OK 所以这个要延长那个直线 那我的看法呢 就是如果可以不需要延长 我就没有延长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A-B-C-D 这里有内挫脚 所以这个是46度 过后呢 这里有同旁内脚互补 看到吗 E-F-C-D 同旁内脚互补 我算到这里是26 所以最后呢 是46-26就可以了 是不是比较快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较快了 又不用补线 又不用拉长 OK so anyway答案是正确 也是B了 OK 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看下一份 你们的Google classroom那边的分数呢 我是阿嘎阿嘎 这样看你们的 有时候看到啊 有有菜做 我就给你一两分 这样子啊 所以选择提一提就五分 如果你是灵门一脚错的 我给你十分 这样子啊 一提五分 然后做答题 那里一提二十分 这样子啦 乱乱算完了啦 不过你们一般来讲 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不过我个人观察到啦 我老实讲啦 宜璇其实是OK 宜璇跟Alessia的两位呢 是非常好的 反而 嘉明我一直以为你是很OK的 结果 感觉上你的 你的很多 做数学的部分呢 还是很不稳 尹璇其实也是 你们两位昆臣来的 要再加把劲一点 Jekrys 我不知道 你有时候很多东西 你没有写完整 有些题目很难的 你又可以做到 感觉上你的程度是有 但是那个 Performance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做到 有时候做不到 有时候很难的 你又做到 这个就是 你要再练习到 更加稳定一点 更加稳定一点 最好提一提都会做 这样子 OK 二十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ABCD的变长是十 14 PQRS分别是它的终点 然后这里它虽然没有讲 不过我们可以猜测到 全部都是 这个四分之一的散型 阴影部分的面积 讲算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四分之一个散型 这里有四分之一个散型 这里又是一样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全部加起来 应该就是整粒的圆了 整粒圆来的 而且你们每一个的半径 都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感觉上 就是分成了 四个等分的这个正方形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题来讲呢 我们先算那个正方形的面积 14乘14等于190 过后 算面积 圆的面积是πr平方 结果你去称了一个2πr 2πr是圆周啊 这两个公式不要乱来啊 2πr是圆周πr平方才是面积 所以如果你是乘πr平方 就是七分之二十二再乘7的平方的话 约掉一个7 7乘22等于154 所以196减去154等于42 这答案是A 可以啊 这个是因为你用错了公式 公式的话 你们考卷上有 所以如果你们不确定你们最好再三去确认一下 当然我们我的年代我们是没有公式表的 所以我们是备手了的 然后我们要求学生备手 不够时间去去去一直翻 那第二十二题 这一题 好像有点复杂 这一题 主要他讲PK PK平行QC HK又平行BC 他又给你AP是6CM PH是2CM HQ是3CM 请你找HK 比上BC 的这个比 所以其实呢 这一边你可以看到 6CM 这里是5CM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这个等于这个比这个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这里是一个平行 这里两个平行 这里就是两个三四行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6比5 所以结果我们再看回这个HK跟ABC的这个关系的话 这个HK比BC呢 又就会是等于AK比AC 也就是6比11 所以这个就直接看得出来6比11 OK 所以可以啊 所以因为BQ这里我们missing information 不过如果我现在问你BQ怎样找 你就可以用H就是8 比上AB是6比11 然后呢 就可以找出BQ来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虽然可能他的数目不是整数 好 23题 如图4 AB随值BD CE随值AD AB是6 BC是2 CD是6 然后要你找CE 首先AD呢 他先算出来 因为这里是6 这里是8 6 8呢 斜边就会是10 这个是我们的B式定理 过后呢 我用的是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用这里的三角形 跟大的三角形相似 OK 因为这里是公共角 等等啊 因为这个是公共角 这里有90度 这里是90度 这里有公共角 换句话呢 这个CE比上AB CE比上AB 会等于CD 比上这个AD了 CE是多少 不知道要找 AB是多少 6 CD CD是6 然后AD是5 10 所以越减2的话呢 就会变成5比3 6乘上去 6 3 18 18除以5呢 你就会算到3.6了 所以这题答案是C BC比上AB 等于CE比上CD 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吧 因为你这个比这个 BC比这个 CD比这个 主要这两个三角形没有关系 你要看得出它是这个相似型 你不能乱乱拆的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确保说 它有两个角是相似 然后你才可以用那个相似型的那个方法 虽然选择题我们讲说你不需要证明给我看 它是相似 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数 就讲说这里是公共角 这里是公共 这里相同 我才知道说哪一个哪两个三角形 相似 很像这里它其实有一二三 如果你大的四个ROU 这里有很多个三角形 这不是每一个都是想试的 好像就只有这两个想试吧 还是找到其他的 anyway 好 这题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做了 好 24期 DEBC平行 AB跟EF平行 DE等于DB 过后呢 我就直接的四边呢 就相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平行这里 这里又平行这里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呢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对边相等的 所以这里又等于这里 我这样就这里又对这里又相等 然后这里又对这里 所以原本它是画两边的 我直接的跟它画四边 其实这个其实是零星来的 好零星来的 所以过后呢 它又给了你FC是2cm BC是8cm 所以这个BF这里是6cm 它要你算AD 要你算AD 那这一边呢 我的做法是 这一个小的三角形 相似整个大的三角形 也是说2比上8会是等于 这个EF也是6 因为是这里相等 比上这个AD再加6 OK 也是用相似三角形 所以过后呢 这个2跟8呢 可以越减 4乘上去 6是24 24再减去6就会等于18 OK 所以这题AD呢 是18 非常长 24 OK 再来看一下25题 放弃治疗 什么意思 这题呢 我们的这个直径啊 这个圆的直径呢 是2cm 然后呢 这个 半径呢 散行的半径呢 是3cm 所以整个OQ是3cm 然后呢 这里是2cm 然后呢 然后我要做什么 然后呢 因为他的PQ 他要找PQ的弧 所以PQ的弧呢 他这个影弦呢 其实他知道的 应该是CTA 比上360再乘以2排R 2排排是7分之22 R是3呢 因为是这个 但是他到最后算来算去 他其实不知道排 他不知道CTA是多少 主要是这样子啊 不知道CTA是多少 我又怎样知道呢 你让我讲讲 因为整个的是半径是3 然后呢 这一边的半径呢 是1 这个因为直径是2嘛 这样这里半径是1 也就是说3-1呢 这里就会是2 那这个的半径呢 又会是1 所以1 2的话呢 这里就跟号3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要懂的 我们只是要懂 30度所对的边 等于斜边的一半 所以这里又是90度 这个是 切线 这叫什么 垂净定理吧 好像是叫垂净定理 就是半径会垂直 那个 跟这个切线垂直了 所以这里就是30度了 也就是说 PoQ呢 就会是60度 所以你带60度进去呢 越减这个360呢 基本上还是六分之一 当然还有一点呢 是 还有一点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换成六分之一了之后 我这里3 我这里约一个2 这里约一个3 就会得到6 所以呢 7分之22 就是Pi来的吗 就是答案是Dunky 答案是Pi 其实他在这里 如果他讲 他这里 你可以看到选项里面有Pi 其实你的这个7分之22呢 是不需要带进去的 你就放回7分之22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里放60 跟这个360 越减得到6 6 326 直接越掉 剩下这个牌 剩下牌 OK 26题 如图7 PQR是圆内结三角形 QR延长字T PTR是54度 PQT是42度 他要问 他这里有给你一个资讯 可能你没有看到这个资讯 所以直接写不会 PMQ的长度 是QNR的两倍 也就是说 这里所对的圆周角 如果是2X的话 这里所对的圆周角 就会是X 因为我们有讲过的 这个圆周角 如果他的这个长度 的比例 其实也会一样 所以如果是5CM 对出30度的话 10CM应该就对 对两倍 那个角度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是X 这里是2X 这里是42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解到 那个X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R PT 这个角度呢 你找到了X之后呢 你再用180 减54 再减42 再减那个X就可以了 我这一边呢 X加2 X加42 等于180 3X就会是等于138 然后呢 除以3呢 就得到46 也就是180 减46 减42 减54 就会是等到38 所以这个Y 这个值 就会等于38了 OK 所以应该是你没有 所以你们要看题目 真的要看题目 很多学生 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不看题目 你会觉得 有谁这样不看题目 这么厉害 因为他有图 他就看图 他不看题目的 所以你没有看这个题目 你就不知道 他有这样子一个关系 对 因为有一些资讯 他没有办法在图里面 表达给你知道 所以你虽然很多时候呢 图好像就写完了 但有些时候 有一些题型 有一些东西 不能用图里面表达 他就用言语表达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 那个题目 27题 H R Q HSP K P Q KSR 全部是直线 OK 虽然感觉上废话 但是其实是必要的 PKS 33度 PS R 是154度 请问 PH Q 会是多少 有少许的难度 他的做法 我看就加明的做法 其实 虽然感觉上绕很多圈 但是应该我的做法 好像也是差不远 首先第一步 他先找RSH 他用180-150 这个就是等于26 过后 因为圆内阶四边形 他的外角等于内队角 是吧 是这个公司 外角等于内队角 所以这里是26 过后 他再用这一个大的三角形 用180-26 再减33 就会得到这里是121 过后呢 三角形 外角等于两内队角之和 他用121 再减去26 就会等于95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了 但是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对录 这个角度这么小 这个角度这么小 是90多度 哪里出了问题 这感觉很奇怪 可能这真的是 not in scale的关系了 而我们相信是这个原因了 看起来是题目是没有问题 OK 28题 一个圆的半径是13 然后呢 其中两个平行的旋 一个是10cm 一个是24cm 请问这两个平行的旋 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说这个仪学的画了图 非常好 那个图是对的 但是他就放弃了 看不懂 这样做 OK 首先我们假设这个某个圆形 圆形拉过去半径13 圆形拉过去半径13 我们有一个呢 叫做垂径定理 如果我的拉一个半径呢 跟它垂直的话 那它就会平分 也就是说这个10 它这里平分 就会得到5 OK 52 13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 直脚三角形 换句话呢 这里虽然看 你画到太近了 这一个是12 过后另外一个呢 它的这个 也是一样 我们拉一条半径 跟它垂直 然后呢 就会平分 所以24除以2 就等于12 也是一样的 直脚三角形 5 12 13 所以这里是5 所以最后呢 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呢 就是这个5加12了 5加12等于17 所以答案是东西 OK 这是我当时 你手上有答案吗 我好像没有答案 即使我有答案 也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 OK 这份就是你们 应该啦 应该是对的啦 我看了的话 应该就是对的啦 如图9 ABCDE是正五边形 DEF的角度会是多少 正五边形来讲 它一个角呢 应该是108 这个我们可以用 可以用什么方法 有几个方法啦 你可以用外角 先去外角 360除以5 然后呢 再用180去减这个外角 就可以找到内角 或者你可以先算 因为五边形五减二 五减二等于三 三乘180等于五四零 五四零再除以五 就等于108了 OK 这一边等于108 这里就会是等于72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里两个呢 是平行的 虽然我好像 这个 他有讲是平行吗 哦 他有讲是平行四边行 这两条应该是平行的 所以如果平行的话 我用180减108 就会是等于72 哦 那既然这里是72 这里应该是跟他 对称的 所以这个角应该也会是72 过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平行 平行这个平行四边行啊 平行四边行是对角会相等 所以我们再用108减72呢 就会是等于这个小的角度 所以这个小的角度呢 就会是36 OK 这样子了 第三题 第三十题 一个直角三角形 ABC 就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脚A是90度 反射 就是以BC进行反射后 它会有形成怎样的一个图像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 感觉上像是 风筝形了 所以这个它够了 没有问题 如果这两个边一样长 是不是它也会是菱形 就是 这个也是可能嘛 但是呢 你要这样看 如果这两个边 都相等的话 直角三角形 这两个直角边相等 这样这两个角度是多少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对过去这里四十五 这里四十五 它是不是一定也是直角 对吧 也是直角 所以它也一定会是正方形 所以它同时是风筝形 它也一定会是正方形 如果它是菱形的话 那它也一定是正方形 所以答案会不会是给B 会不会给B 我是不太确定 他们的思路是怎样 我个人是觉得 有可能他们会给 给的答案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这个 有可能是B 有可能是B 因为如果 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菱形的 它一要达到菱形的时候呢 它就一定会是正方形 然后呢 它也没有办法做到长方形的 因为如果要做长方形 就是这里必须要是四十五度 我才对过去 但是它四十五度的话呢 它就一定会是两边相等 就一定会是正方形 所以这题有点争议性 你可以讲说 这样正方形也一定 正方形是属于菱形 所以这个二也对 正方形也属于长方形 而且四也要对 所以应该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 它要做到菱形 就两个相等 就会变成正方形 所以它会forge to 那个更加 narrow的criteria 所以就一定会是正方形 所以要码就是风筝形 要码就是正方形 然后我觉得 突然间这样子想 我觉得答案应该要给B 会比较正确一点 第三十一题 值因数 值因数啊 180除以2等于90 再除以2等于45 再除以3 就会等于15 再除以3等于5 再除以5就等于1 所以它有三个值因数 2跟3跟5 但是你又没有看清楚题目了 它问的是M有多少个子级 不是问你有多少个元素 有三个元素 就会有2的三次方个子级 所以答案是8 所以中陷阱啊 真的是临门一脚啊 就是没有去看清楚这个题目了 所以我给你4分 你就是中了它的陷阱而已 OK 第32题 P是41 Q是44 P连Q是50 P交Q的外面 P交Q的外面 所以这一边呢 它的 当然我们有一个公式啦 就是说P P交Q是等于NP加NQ 减NP连Q 所以它这一个加明呢 也是用这个方法呢 先找出它的这个连级 里面是35 所以它用41-35呢 就会得到6 44-35呢 就会得到9 然后呢 P交Q的外面 应该就是这个6了 应该这个6了 所以答案是A 当然这题还是一样啦 我还是要吐槽一下啦 它必须要写 因为你的范级 就是代表PQ外面 可能会有东西吗 所以除非有两个 两个做法 我们就讲说 P'交Q'等于空级 你要这样子写 或者是直接写 P连Q等于泛级 这个是应该要这样子写 才比较好一点 第三十三题 X是小于4的 NATURAL NUMBER 宜选是中国来的 我一直看了这个 它的解答之后 我一直很很抱歉的 就是如果你是从中国来 就不是了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上我们网上 如果你看很多国家的题目的话 也是会很乱的一个地方 因为中国那一边 他们把自然数 就是零是纳入在 自然数里面 为什么讲中国 因为我看了中国的 我有看中国的教科书 等等 我突然间在那里讲 中国里面的自然数 是有包括零的 我在懊恼 然后我才发现到 他们那里真的 零是 所以你看 数学是国际性 好像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么奇怪 有两派的人 真的有两派的人 一派的人就讲说 零是自然数 然后另外一派的人就讲 没有 零不放在自然数里面 我们有另外一个 叫做whole number OK 所以马来西亚是跟这个标准 零不放在自然数里面 whole number才有零 OK 所以这个我看到了之后 我也是觉得 哎呀 如果 不过你们记得 这个是我们 反正我们的标准 是这样你们就跟这个标准了 所以 小于四的自然数呢 没有包括零 是一二三而已 OK B 它是讲大于等于负一 然后是自然数 基本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还有无限的延长下去 但是他要找的是A交 A交 B的话呢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一二三 这个一二三 所以答案是C 因为这里有定义自然数 所以负一没有啊 负一跟零都不包括在B里面 也不包括在A里面 所以答案是 A答案是C 只有一二三三个而已 零不包括在内 OK 第三十四题 这个阴影的部分是什么 感觉上就是Q的外面 不过P的外面交Q的外面 也是对的 P交Q应该是P这里面 P的外面交Q应该是P跟Q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P交Q的外面应该是P交Q的外面 好像是空级吧 这是空级 然后呢 这个答案是Dongi OK 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需要会看啊 这个我不教的啦 这个是你们自己慢慢去看多几个题 应该大概就出会 应该要这样子写的 范级是等于M M连S连Q P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外面是没有东西了 然后呢 他现在问你 M连S等于NP M连S就是12加X加17加3 然后P是3加9加2X 当然我做的话呢 我会先割掉这个3 不过 不过他是没有了 12加 12加 17加12加 X加3 OK 所以这个是M连S NP的话呢 就是3加3 3加9加2X 我的话呢 我会割3 所以他把17加3等于20 20再加12等于32 3加9就得到12 12拉过去减得到20 这个X拉过来减得到X 所以X就直接等于20 没有问题 好 3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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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B交C B交C在哪里啊 B交C在这里 X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剃掉 有这个的部分 所以A在哪里啊 A在12345 剃掉了4 这样子上应该是1235 OK 所以你选A 我是不知道你是 总之你的看法等等的 这个是要练手了 这个真的很容易拿分 不过你们 这个要做练手一点 不能看错 有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我们打勾 打勾 就是说A 我就打勾 A B交Q B交C 可能你就打勾这两个 然后你自己要想清楚 X 我们的X就剃掉它 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 这个X是在同考里面有 在其他的课程可能没有 SPM的课程好像没有 37题 38题 这两题好像比较好玩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某班的学生呢 他喜欢球类 分别化成了圆形图 跟这个条形图 但是这个条形图 哎呀 不小心 末倒是上去 倒了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 A是多少 所以过后呢 他就 让你自己去分析了 那全班有多少个人 还有什么资讯吗 主要他是讲 足球是5% 这里是35% 那对对下 感觉上这里最少的 应该是足球嘛 这个都已经到这里了 因为 丁应该就是足球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丁有两个人是足球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5% 是两个人 这样100%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用 2除以5再乘以100 就会得到40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总全班的人数 OK 下一题呢 他就问了 用同样的逻辑 问你B是多少 那这里B呢 我们就刚才是讲说 这个是2嘛 就5%嘛 然后呢 这里是14嘛 这里是6嘛 那你这14呢 你可以这样子看了 2代表5% 14就是7乘2 就是7535 就是35%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到呢 哦 这个篮球应该是假的了 那这个很高嘛 就相当于应该是羽球来的了 羽球 所以这个排球应该就是这个6 这里就是这里三倍嘛 就是5%的三倍 535 所以这个应该是15% 这个B%就是B代表15的意思 这个当然是东西 OK 当然这个还可以再出了 如果这个老师还要再出 请问羽球 多少人 也是可以这样问 所以你就要用多少 这个是15%嘛 35% 5% 你就用100减5减 减15就减20 80 80再减35 45吧 所以这里是45% 再换去人数 应该是 换去人数 怎样算了啦 除以5再乘以2 是吧 除以5 刚才是多少 45% 45%除以5等于9 9乘2等于18 所以这个应该是18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问多一个问题的 这个题目还蛮不错 OK 第39题 第39题 Alicia好像说到不是很对 OK 我想到了 OK 所以这题 也是有点tricky 你应该是看漏了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下表有23户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中数是5代表这个Y呢 就要是最多的人数了 中位数是4 还有X加2Y 请问X加2Y的值是多少 OK 所以这一边 他 你讲中数是5 就代表你看啊 这里的最高是4 也就是说他要高过4 所以Alicia就猜5 猜5 那猜5就错了啦 为什么 你猜5的话 你的中位数要是4 你的中位数是4 我忘记是这样了 这个是 如果这个是5的话 23个人你就一个一个去减 23减3 再减6 再减5 再减4 再减2 再减2 再减1 你会发现到如果这个是5的话 这个就必须要是6了 这样不可以他比我多了吗 这个5这个6就不对了了吗 因为你看漏了这个23户人 所以呢 这个就必须要比他多 这样应该就是这个6这个5了 所以我放了6跟5 然后我还要再确认下他中位数 是不是在4的位置 OK 这里5 这里6 这个是算他的总和叫11 这里5这里6 然后我好像是去看他的中位数 中位数怎样看 总共这里有6 7 8 9 10 11 这里有5 6 7 8 如果我的10 我的4分成了3 跟最后的一个1的话呢 3加3加6是省于11 6加2加2加1也是11 所以呢 这个中位数呢 刚好point到这个4的最后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了符合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6 这个应该是5 所以如果你这个变7 这个变4的话 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这个条件 中位数是4呢 他已经是确认了 他应该是6跟5 Y16 这个是5 这样XY等于11 X2Y呢 就会等于11加6了 对吧 11加6等于17 所以当然是7 给这题不容易啊 中华连连这种统计学都可以知道 做流浪 好这个比较简单吧 4分位数之和 这边来来之和 所以你照着顺序 过后排了之后呢 这个应该是中位数 这里应该是Q1 3跟3的中间是等于3 5跟6的中间应该是5.5 然后呢 5.5加3呢 就会是等于8.5 是吗 不是 4分位数 所有4分位数之和 就会包括了这个中位数 所以是3加4加5.5 所以是12.5 所以你后面这里 我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是把这4个算平均啊 谁教你的位 4分位数不是这样子算的 4分位数是看位置的 就是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 在拿 如果你拿的是这个数目 你叫这个数目去掉 然后呢 再看剩下的中间在哪里 双数的话呢 你就拿他的 这两个纸盒 忘记这样做 不能忘记啊 OK 我们已经做了 这么多练习了 好 最后一个呢 Paper 2 我们看一下 这个1又三分之2 乘6又五分之3 减去2又二分之1 然后呢 除以 除以这个2除5 再除以四分之3 减二分之1 这一边呢 他换成了三分之5 这是换成带分数 对 这里 6 5 30 30 再加上 就33 5分之33 然后呢 这个他又换成了 二分之5 过后呢 他就变成了 15分之165 所以他就扔着了 有点太大 不会做 你可以把5跟5越减 你可以再把3跟3越减 所以是11 所以他是11减去2分之5了 OK 所以这里你不用担心 这里啊 你换成了11呢 你就会做了 OK 这里是11来的 11减2.5 11减2.5 当然你可以换成2分之22减5 就会是得到2分之17 OK 我们再看分母 他把除换成成 容易上下倒转 4分之3减2分之1呢 其实就是4分之3减2分之2嘛 所以是4分之1来的 OK 所以这里 可能你是看到这个太大 然后你就扔着 连这里也没有做下去了 如果他是4 换成4分之1 4跟5是相成 得到20 跟2又再越减 得到10分之1 过后这个2跟5 又可以再越 然后呢 内向相成 刚好是1了 然后外向相成为分子 所以是17乘5等于85 OK 85 可以啊 所以这种凡分数的 凡分数的这种减化呢 你必须要熟练 这个好像一定会出在 这个第一题的 第二题 玩者荣耀 假每两天玩一次 哪里会一天玩三次就 以每天 每三天玩一次 并每四天玩一次 然后请问三个人同时玩 相遇了之后 过了几天 他们又会再相遇呢 三个同时相遇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里是要找LCM的 所以他除以二 一三二 再除以二 再除以三 所以十二天呢 应该就会全部人 又再 再会相遇 过后呢 他又问你 五十天内 他们 如果三个人相遇 他会获得一朵花 请问五十天后呢 他会获得多少朵花 所以五十除以十二呢 就会得到四点一 四点一六 所以他就会得到十多花 OK 一天玩三次都很少 一天玩三次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你们 不用读书了 OK 第三题 某中学呢 这个初三的同学 有153个人 然后八十个人 喜欢华文 这个很standard的啦 这个很standard的 这个提醒来的 每一年都会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然后这个的 通常会放在十一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放在这里 OK 这里是什么呢 我的做法呢 我比较不 当然他们其实要求 这个范恩图 好像是用X来表示 因为他的第二小题 才去算X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直接的 我不是恶搞 这个是我自己 我觉得这一种题目 就不要让你们做了 所以我就直接放我的名字 跟你们讲 这个我会做了 然后 我比较喜欢的 这里不要放X 因为不然的话 多少钱X 很乱 所以我直接的做了B呢 我再写出整个的 那个 这里还有却三 外面却三 OK 所以这里的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先算X 我的X的算法呢 是153 总共的人数 减去这三个 什么都不喜欢的人 然后呢 就会等于这个 80加75加70 再减30 减40 再减15 再加回那个中间的X 然后呢 算出来 你就会算到X等于10 X等于10的话呢 过后我才填这个 我才填这个 这个范恩图 中间填10 15-10等于5 40-10等于30 30-10等于20 过后呢 这个Chinese 华文80个人 80-50-10 再减20 得到20 75 75是英文 75-5 再减10 再减30 等于30 70 再减5 再减10 再减20 等于35 过后呢 他问的是 只喜欢 哎呀 我又看错了 只喜欢数学一科 所以应该是35 我 我 我看到的是 只喜欢一科的学生 所以我跑去35加30 加20 OK 所以这题呢 直接看得出来是35了 OK 仪玄的这一题 我们要看一下 两个 不解 解不等四组的 我们是一个一个解的 所以这个上面的方程式呢 第一个步骤呢 他2沉进去 这个326 这个是减2x 过后呢 这个分母2 他也不喜欢 他又沉进去 拉过来 再沉进去 622 减4 过后呢 这个减4呢 拉过去就加4 所以得到5x 所以5拉过去除呢 就是x 小于 因为他x放去左边的 所以这个符号也倒转 小于等于12分 5分之12 这个是对的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方程式啊 他好像做错了一些些 我们看一下 说这个是从超一边 他把二分之一沉进来 二跟二分之一越减 这个一就会变成二分之一 然后 他直接的乘6 因为326 乘6的话呢 这个就得到6x 这个就会得到3 这里就得到负2 词典 他再乘进去 然后呢 这里要乘6 得到622 这个负2呢 乘进去的时候呢 就会变负8 负 乘进去后面 得到负6 所以这个啊 我跟你讲 这个步骤呢 80%的人都会中招了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这个啊 看到吗 这个部分呢 常常有人弄错了 所以是6x减8x 得到负2x 3减6 得到负3 负3拉过去呢 就变加3 12加3就会得到15 负2拉过去除 你看啊 除以负2 你忘记符号倒转 啊 所以你会弄到怪怪的啊 所以符号倒转 就会大于负2分之15 所以真正的写法呢 我们要写小的那个在左边 啊 这个是要大于吗 大于负2分之15 小于这个5分之12 啊 所以这个 而且你看你这里的做法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负的 这里是大 这里是小 你看这个开口 对着他 所以这里要注意哈 我们的这个写法来讲呢 我们左边是小的 右边是大的 啊 是要 这个写法上呢 你要注意 第五题 化简这一个 呃 ok 第一步 第一步 他把这个除法 变去了分母 ok 过后呢 因为两个相分母 跟分母相成 他就会得到 平方 这个根号三加二的完全平方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 得到三 加两个前称后得到四 根号三 再加后平方就会得到四 前面刚才得到三 三加四就会得到七 过后呢 他再进行有理化分母 乘以七 减四根号三 呃 分子成分母也成 但是他分母吃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加后 前减减后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七的平方 等于多少 七的平方 七七四十九 ok 四的平方 四四十六 然后呢 根号三的平方 得到三 六三 六三十八 三一三 刚才进位的四 四十九减四十八 刚好又等于一 所以为什么他这里 没有写那个分母 直接去掉 OK 所以这个 但是我觉得跳步有点太多了 所以你们考试的时候 最好写详细一点 OK 然后再跟号二 再沉进去 就得到七 跟号二 四 跟号六 OK 非常好 very good Alessia的字 怎样弄啊 他用那个一窥秀打的 啊 我叫他用一窥秀 叫他用一窥秀打 然后他就打到这么美人 啊 人家有啊 有有 你的字是应该用笔是吗 啊 尹玄呢 应该是用笔的了 对啊 说他的字也还可以 啊 没有笔的话呢 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一旋就最厉害了 他是应该是用冒写的 好用 啊 用 哎 你可以看到出来 鱼玄应该是用冒写的 你看 好 不过 至少人家至少还可以做完呢 啊 可以 有时候用电话了 电话的荧幕可能比较小 有时候用帽子 OK 好 第四题 这一题啊 X1 Y平方而正变 所以 X等于 K Y平方 这个是对的 OK 过后呢 他给你这个呢 是讲说 Y等于四分之一 X等于二分之一 啊 4的平方是14 16 变成了8了 OK 过后 我们的16乘上去 16跟2月减就会得到8 但是你又不懂怎样这个拉过去变减法 就反正就是错的就对了 好了 眼睛不好 不止眼睛不好 你过后的处理也是错的 哦 因为这里是乘法 分母拉上去直接变分子就可以了 所以是 16除以2等于8 所以过后哈 你的这个关系是啊 你要把这个K带回进来 才是你的 啊 才会是A的答案 哦 不是这个是A的答案啊 这个K还没有算出来 还不是A的答案 OK 说这个X等于8Y平方才是A的答案 过后Y带负2 负2取平方是44832 就这么简单 不容易 因为你放变成了负8分之三 所以就弄到很复杂 而且你看 惩罚你又突然变加法 Oh my God OK 我不想看了啊 你这个你自己去啊 小心啊啊 这个惩罚来的惩罚来的变加了 OK SKIP 这几贵是者 你有做的话 你你你如果用纸做的话 你要你要配上来 你可以拍照啊 用电话拍照 然后POSE上来 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你做到怎样啊 这一题我就做给你了啊 那分母的话呢 我是进行啊 因此分解 抽X出来 这里也是抽X出来 这里是前平方 减后平方 得到前加后 乘减后 你就会发现到呢 这里有一个X 有一个X加1 有一个X减1 OK 所以如果我充分全部 乘的话 乘X 乘X加1 乘X减1的话 这一项呢 就要乘X减1 这一项呢 就缺了这个X加1 乘上来 这个呢 就缺了X 然后就乘上来 然后呢 我就展开它 7X减7 3X加3 然后呢 7加3得到10 减6就得到4 负7加3得到负4 拉过去就等于4 所以X就等于1 不要开心的太早 OK 这一种方程式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分母 不能等于0 你私下带进去分母 是不是一平方 减一就等于0了 OK 这里其实也等于0 所以这个呢 分母会得到0呢 事实上呢 这个X等于1呢 我们不接受 你必须要写说 经验算 分母为0 然后此题无解 这个其实真正的答案呢 是无解 如果你写X等于1呢 是被扣分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陷阱了 第八题 这一题 平均每一天 他可以卖20件衣服 每一件呢 他的盈利是40块钱 然后呢 他为了要提高 他盈利 提高他促销 然后呢 他就决定降价 他发现到 他降价1块钱 他就可以卖多2件 那请问呢 他的盈利要变成了 1200的话 他可以降多少钱 OK 所以这个你的你的意思 20 40乘20等于800 这个是他没有降价的时候的盈利 然后呢 降价后呢 就变成39 就减1 这里加2 这等于8 58 你有没有打算要这样子 继续的列下去 看他最后是降多少钱 所以你看啊 如果这种情况 如果你这样子列下去 有点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设 我们就要设 设他讲说 我降价X块钱呢 降价X块钱 所以我的盈利是多少 我的盈利就是40件X了 40件X 这样我会 因为我降1块 我就会卖多2件 我降X块 我就会卖多2X 所以我的这个多少件呢 20就会加2X件 OK 这里两个相乘呢 就会是他总盈利1200 所以只要我在这边呢 展开他 解除我的X来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这个数目有点大 我先在这边抽一个2 然后呢 跟这边越减变成600 过后我才展开 40乘10等于400 这里是40 这里是负10 40减10等于30X 所以这里是减X乘 X得到负X平方 过后全部放去右边 就会得到减变加 然后加X平方 加变减 然后减30X 然后呢 这个400就会变成600 减400得到200 刚好200是等于10乘20 然后只要我放负负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了正200 然后呢 交叉成就会得到负30 所以也就是说 我降价20块 或者降价10块 都是赚1200块 白痴没有想到 是位置数 初中了 这种情况了 就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要 要用位置数的做法了 改次要想到了 OK 所以你会讲说 这样我要降多少钱 其实两个都要是答案 两个都是答案 你不信的话 你就可以去验算一下 我降10块钱呢 我的盈利就会是30块 那我降10块钱 我就会卖多20件 就会变成40件 40乘30是不是1200啊 是1200 过后我降20块 也是可以 我降20块呢 就会变成了 我盈利是20块 然后呢 我的就会卖多40件 因为这个乘2 40件 卖多40件 再加原本的20件 就变60件 60乘20 是不是也是1200 也是1200 OK 所以这个其实 是一个parabola shape 所以它会有两个解 如果是1200的话 它会有两个解 所以如果你讲说 如果我要 更多 其实最多那个啦 如果 我照我的经验 这样看呢 它应该是在 他们两个的中间 如果你降15块的话呢 你就是赚最多钱的啦 这样子啦 不过你们有兴趣 自己去看一下啦 OK 第九题 第九题 我不证明啦 我只是口头讲一下罢了 ABCD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BA延长区E CE就会交于 交AD与F 然后呢 它告诉你说 AF 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里是2比1 对不对 2比1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是3 这里是2 这里是1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长的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它要 它给你AE F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是6CM平方 它要你找CDF 所以这里因为它平行的关系 所以它是有内错交向等 有内错交向等 也就是说 它是交叉的 这个比这个 等于这个比这个 这个相是形啦 但是因为它要找面积的 它的意思应该就是 用面积的比 等于边的比的平方 也就是 6比上这个的面积 会等于1比上2的完全平方 OK 也就是要乘以4的意思 是6424 所以宜璇这边是说对了 过后反而ACF 它不知道怎样做 ACF想做呢 你看啊 顶点一样啊 你只要看到有顶点一样的 公顶点呢 你就要想到它其实是 等高三角形 所以CDF呢 跟ACF呢 它是等高三角形 面积的比等于底边的比 所以这里是24 这里是24 12 像这里是一半 所以它是12 OK 所以反而这里也只是两分而已 因为它用的东西更简单 用等高三角形的概念啦 所以计算这个呢 在后面呢 在后面 sines60除以cosine平方45度 乘tangent30度 是乘嘛 是乘的话 对对对 OK so sine60呢 等于根号三除以2 cosine45度是一除以根号2 然后呢 取平方 tangent30呢 它是用 一除以根号三 没有错 然后呢 这里拿平方的话呢 就会得到二分之一 这一边宜选 你要注意一下 你 我个人觉得你 combine在一起 本来想用 ACEF的面积 减去 AEF的面积 可能比较难一点 那个方法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这里你最好 combine在一起 也就是说 二根根号三 其实是相乘 乘在一起的 所以他搬过去的时候呢 两个都会在分母 你放除的话呢 两个都在分母 一变成了两个都会在分 分子 也就是说 应该是二分之根号三 乘以二根号三 他们要一起的 所以他 或者如果你是要除的话呢 你这里其实是除除 我们是这样子写 你写成的话呢 你就要挂胡起来 有挂胡没有挂胡差很远 要么你要写除除 或者是除成的话呢 你就要挂胡 所以你看了 所以真正来讲应该是这样子 二分之根号三乘 二根号三 所以二根二可以越减 根号三乘 根号三呢 会变成了三 会变成了三 开掉它 OK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了 你约到太开心了 OK 第十题 Alessia 这个我不知道你怎样做 应该是错的啦 看题目 这边他讲的 这里是一个长方题 长方题 长方题吧 长方 变成是 底是长方形 底是正方形吧 看错了 正方形 然后高是6 然后呢 这个是长方 追 底是长方形 三根 X 然后呢 高是12 这个高是12 它告诉你两个的体积相等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东西来做咯 长方形的体积是 X乘X再乘6 所以是6X平方 这个体积是追形的 总之间起来的 你就要乘多一个三分之一 就对了三分之一 乘底 就是3乘X 再乘高12 3跟3可以越减 所以是等于12X 过后呢 6跟12可以越减 X跟X可以越减 因为我们的X不可能是0 所以呢 就会找到X乘2 OK 所以这个就是X的值了 那长方体的这个表面积来讲呢 应该就是 X平方有两个 然后呢 这里X乘6呢 应该是有4个 所以你的做法是对的 你是算到3 所以你用3乘3乘2 4乘6乘2 就对了 所以只要把这三个3呢 因为是X来的 上面算错跟着错 所以这种也是很可怜 有些老师是给对的 因为说他讲说 因为你这里算到3 所以你带3进去 所以他这边还是照样给分 所以这种是比较好的老师 我就有给分了 不过有一些老师很妙的 就是你自己算错了 这个答案就是错了 所以 看你的运气了 遇到怎样的老师 OK 这个是2乘2 再乘2等于8 2乘6等于12 12乘4等于48 48加8就等于56 OK 我是很善良的 OK 第十一题 这一题的正确做法 基本上我也是看不太懂你的做法 好像没有什么根据 这样子 这一题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因为BD是等于CD 所以这里两个边相等 我们就等边对等角 也就是因为他要找角C 所以我们假设角C是X的话 这个也会是X 过后这里的角度 因为是三角形 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所以是2X 它又有AB等于BD 所以这里20X 这里也是2X 过后我们要怎样找X呢 我们再用114又是三角形 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刚好等于X加2X等于3X 所以这一题的做法其实你看到的话就很容易做 它的X呢就会是等于114除以3得到38度 但是答案错了 蒙就突然是 OK 好 Next这一题 ABC是等边三角形 它的边长是10cm 它的O是两个圆的圆形 然后呢 它要你找小圆的半径 所以如果我这边呢 我先假设小圆的半径是R 过后呢 这个因为它讲边长是10的话 应该CD这里的长度是5 因为这里是我们有ABC 是这个叫什么名啊 等边三角形 所以它一个角度是60度 所以OC连接过去应该会平分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定理的啦 就是叫这两条切线 然后拉过去圆形 这里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30度 OK 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要用这个直角三角形 R除以5会等于Tangent 30 Tangent 30等于1除以根号3 所以R呢就是等于5除以根号3 一般来讲我们不接受这个答案啊 我们要有理化分母 所以就是5根号3除以3 虽然你想说老师这个好像都有捡不到 好像都没有变简单 但是因为以前呢 以前我们的根号3是要带那个1.73进去 然后用手算 所以你带在分母跟带在分子差很远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就是教学生 你要进行有理化分母了 OK最后一题 我是没有做了 OK 这个应该不用做了 这个是累计评书分配表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练习做 这个是你们自己去做的啦 不应该不难的 应该不难的 一定会有一题啊 所以你们也不要放掉这题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们还有一些些的时间 我就给你们先做一下这个 第2006的题目 我先pause